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讓大家儘量提問 你們這幾天下來 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因為事實上前面的學習課程的階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想要 給我一些方法我趕快打坐 我要趕快要打坐 那個打坐才是修行 給我們一些方法 這樣才可以叫做精進用功 這個上課好像比較浪費時間 這個好像可有可無 因為你安排了這些課程 所以我不得已就熬幾天 要等後面就是要打坐 如果是這種觀念之間 我跟你講 這是錯誤的方向 真的這是錯誤的方向 你錯失掉了很多很多珍貴的生命 因為真正的修行是在每個當下 不是在打坐 不是在打坐 而且前面的課程 因為你的觀念之間 沒有教訓沒有教訓 沒有教訓過來的話 你越精進用功打坐修行 你就離到越遠 好體會 你前面的觀念之間 如果沒有調整教訓 如果沒有調整教訓 你越打坐 你越精進用功修行 你就離到越遠 離你真正想要的那一種 離你真正想要的那一種 真正究竟解脱就越遠 所以請大家先了解 要把心打開了 不要一直在那裡 只是想打坐了 把心打開 虚心的學習 把正確的觀念之間 先建立起來 調整 教訓我們那些 過去的錯誤的觀念之間 你這樣才不會一直的 在世間法裡面 從在世間法裡面練功夫 因為你這一世的觀念之間 沒有教訓過來的話 一樣 什麼叫做生生世世在哪裡修 就是這樣 不是只有幾十年的問題 不是只有浪費幾十年的問題而已 佛教裡面不是都會提到 生生世世怎麼樣嗎 要生生世世修 還有人要鼓吹你 還有人要鼓吹你 你要生生世世要追隨某某大師 某某上師 某某上師 某某無上師 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 只有當下 就是在現在 你能不能真正 你能不能真正把心打開 用一個不太成見的心 來輕鬆地活 來輕鬆地活在當下 很輕鬆地活在當下 所以大家要學會 所以大家要學會 跟植物看起學習 學會跟一般動物看起學習 不要以為人類很聰明 就是很多人自認為很聰明 結果聰明反被聰明悟 把很單純的生命 變成很複雜 生命本來就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不要把修行搞複雜化了 現在空海就是協助大家回歸單純 越單純越好 如果你的心能夠來到 就像一個小孩子這樣 不太成見 很輕鬆 活在每個當下 很喜悦在每個當下 你就容易聽到 聽懂真正的真理 不要繃著苦瓜連 不要背負著很沉重的包袱 背負著很沉重的業障 然後就認為生命要怎麼修 怎麼修才是 如果你一直要抓住那些觀念之間 誰也奈你莫合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回歸生命的單純 越單純越好 我在講這一套道德精妙節裡面 就有講到一棵果樹 包括我到後面也講到馬來西亞的榴槤樹 你看人能不能來到跟榴槤樹看起學習 榴槤樹如果它像人類這樣 背負著很多沉重的觀念之間 那些榴槤樹它真的不敢開花 而且會逐漸的枯萎掉 我說的是真的 如果人類的那些修行的觀念之間 把它灌輸給 如果都把它注入灌入到榴槤樹身上的話 那些樹它真的它會枯死掉 它沒辦法開花結果 你給它一直的灌輸 你業障深重 你怎麼樣醉業 怎麼醉惡 你要怎麼樣贖罪 或是你要怎麼樣修 它們不用火了 真的它們會枯死掉 看看大自然 它們都是這樣的 純真的活著 每天都是吸收天地給我們的禮物 來 請大家好好的調整這樣的觀念 你的生命在這個世界 是大自然 是法界 天天都在給我們禮物 天天都在給我們祝福 天天都在給我們能量 你的生命 你的出生 你的生命不是罪惡 不是業力 不是業障 是你的觀念一直不願意調整過來 就是甘願做那種奴障 那種心態 才讓自己一直處在罪惡的世界 你那些觀念之間一直帶著 所以你就一直要修了 你就一直要修了 事實際上 事實際上那些 生命本來就是很單純 天下本無事啊 真的天下本無事啊 為什麼要修 為什麼要修 因為被錯誤的觀念之間 把自己的心靈污染了 帶著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 才一直要修 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觀念之間調整過來 每個生命都是很神聖的 你能不能當下來到認識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很神聖的 你的生命也是很神聖的 有那些罪惡感 那就是自己在給自己施放毒素 你為什麼一直要诛咒自己的生命呢 為什麼一直要認為自己業障深重呢 所以那些是錯誤的觀念 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就是 一直在給自己的生命施放毒素 變成在毒化自己的生命 那你的生命怎麼開花 所以你看那些榴槤樹 那些果樹都一樣 他們沒有那些罪惡 沒有那些業力業障 大家就是天地法界之子 他們就是天天都是開心 你看那些葉子 它是不是都打開 葉子打開 葉子打開 吸收天地能量 那個葉子打開 就是他們的心都打開的 心打開 吸收天地給我們的能量 你還不用刻意去練氣功 真的不用刻意去練 你把心打開 大自然 自然就給我們各種能量 給我們各種禮物 所以你看那些果樹 他們就是 你看哪一棵果樹 在哪裏練氣功 那你 有的人認為 那是他 我們比他厲害 比他厲害 你忙得沒完沒了 那些果樹 他們每年都開花 結果 都有很多的成果出來 給眾生分享 如果你背著罪惡感的話 你的生命怎麼開花 學了好幾年 修行了幾十年 還是這樣呢 你苦瓜連 真的那都是因為灌輸錯誤的觀念之間 在自己的腦海裡 那就是被那些 變成一種囚牢 心靈的囚牢 就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夠正確地體會 每個生命都是很神聖的 不要瞧不起自己 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不要瞧不起動物 不要瞧不起植物 不要認為那是無情的 我在《道德精妙節》里面 都有講到 有一位科學家 他意外地發現 植物是有很高的 絕受力 植物 他們是有很高的絕受力 他們會思考 他們會思考 他們會感應 如果有因緣這個資料 我看下一期 下一期課程 可以播給大家參考 人類真的對萬物的認知 很多是錯誤的 很多是很膚淺的 一直在活在那個自我的世界里面 在那裡 積累錯誤的觀念之間 然後一直用很多錯誤的觀念之間 在對待自己的生命 然後在那裡製造出很多的痛苦 然後再去找各種解決的方法 結果把很單純的生命 就變成很複雜 生生世世在那裡 忙個沒完沒了 所以 為什麼跟大家強調 觀念之間的校正 比什麼都更重要 你這個觀念之間 沒有校正過來 你就是一直生生世世在那裡 當牛當馬 一直罪惡感在那裡修 你把觀念之間 教正過來 你就會發現 生命本來就是很神聖的 更正確地說 本來就是可以不用修行的 本來就可以不用打坐參禅修行 你如果真的了解生命實相 你了解宇宙真理 了解生命實相 了解生命的神聖 了解大自然的莊嚴 跟天地融合 真的本來就不用修行 所以要修正的是 請大家好好體會 真正要修行的是修正 修掉我們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心態 好體會這一點 真正要修行的是修正 修正修掉我們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心態 這跟練功夫無關 跟你打坐入幾釘入幾釘 這個無關 是你的認知有沒有修正過來 就好像你的電腦中毒 電腦中毒是要設法掃毒 不是說你一部電腦中毒 然後你卻在那裡打坐 想透過你的打坐 你覺得說這樣就可以讓那個電腦中毒 變得好 為什麼生生生是要在那裡修 因為你的觀念之間不正確 你用的方法不正確 明明電腦中毒 明明電腦中毒 你卻在那裡想說 我們業障深重 我這要打坐電腦就會好 或是我要趕快 怎麼用持坐 怎麼用練佛 用什麼在那裡拜 拜那一部電腦 它就會好 希望大家正確理解 所以你看佛陀就很清楚地跟我們講 諸恶莫作 眾善奉行 自敬其意 真正的核心就只有這四個字 自敬其意 也就是說我們的意根 我們的大腦 我們意識田裡面 你裝填了很多錯誤的觀念之間心態 而這些觀念認知呢 跟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運轉法則 背道而馳 不相符合 所以產生那些錯覺幻覺 錯誤的觀念之間心態 所以就在那裡製造苦海 讓自己痛苦也帶給別人痛苦 自己不開心 也見不得別人開心 就會這樣 嫉妒心就是這樣起來 所以希望大家 所謂的 有一句話說 勤賊 怎麼樣 先勤王 最重要 最重要 你要把你真正會 形成痛苦不安的 根本原因 要找出來 而我跟大家提到的 真正根本原因 就是 你積累的 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心態 而什麼是正確 什麼是錯誤 用什麼來對比 用什麼來對比 每個宗教都有他們的經典 這個宗教說 他這個經典最權威最好 那個宗教也說 他的經典權威最好 每個宗教都有他們認為的權威 跟他們認為的大師 不是說沒有效 不是說錯誤 而是 中派宗教之間又有很多的 奇見 而空海跟大家分享的 真正最權威 可以讓我們對比 我們的觀念之間是正確還是錯誤 真正最權威的 是什麼 大自然 是大自然 很多修行觀念會把你帶領脫離大自然 很多修行觀念 因為他要樹立 讓你認為他的話是最權威的 他信奉的經典是最權威的 他怕你跑掉 所以會一直設法告訴你 他的這個經典是最權威的 他的話是最權威的 結果呢 他因為要讓你把目標鎖定在他這邊 所以他會把你設法把你帶領脫離大自然 這個經典它是依據什麼而寫 你的權威是你自己的權威 還是真正宇宙的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 好好的真的 讓自己的認知重新來過 不要急著要打坐 要怎麼樣用法門然後一門深入 你觀念之間先校正過來 後面就好辦 而要對正我們的觀念之間 心態認知正確或是錯誤 最權威的就是大自然 最權威的就是大自然 所以這十幾年來 從公元2000年開始 空海在跟大家介紹的 苦口婆心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協助大家 重新來認識大自然 重新來認識這個活生生的經典 重新來認識真正活生生的真理 重新來認識生命實相 因為我看到佛陀講的 佛陀不是拿著某部經典在講嗎 佛陀講的完全就是這部 《大地風雲經》 所以佛陀完全是依據 他所理解所看到的大自然的實相 然後講出來 我為什麼不直接去看佛陀 所用的這個經典 耶穌也不是拿著某部經典在講 穆罕默德也沒有拿著某部經典在講 他們所講的不是憑空想像 都是他們所觀察到的大自然的真理實相 老子更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夠重新來認識 真正最正確無誤的經典 《大地風雲經》 這個經典不是我寫的啊 我只是將我所看到我所理解的 透過一些古聖先賢 他們有流傳下來的 來跟大家分享 協助大家早日去讀懂這一部《無知天書》 早日神了解正確地理解生命的實相 就這樣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那一種 當奴隸的心態 一直把自己认為自己业障深重罪恶感 认為 那什麼開悟解脱 這個我們離那個很遠 我們不可能的 我們要怎麼修 我們业障深重 你如果越是這樣去认為 那誰也奈你莫合 有的就變成 因為他內心自卑 就要透過一些方法 修到後面 就認為自己很厲害 又從自卑跑到我慢的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來認識真理 重新認識生命實相 為什麼孔海不會要你們把那個聚焦聚集在我身上 有不少學員他們都會認為 有不少學員他們會認為 人家某某大師 某某團體 他們都是那麼的親切 那個師父都是那麼的親切 都對他們徒弟很好 然後他們都常常可以親近師父 可以追隨 那個師父都會鼓勵他們要追隨 然後他們都會覺得這樣更有安全感 孔海年都很酷 不讓我們緊緊追隨 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孔海是很單純地協助大家做生命的主人 不要一直在當奴隆的心態 不要一直當仆人的心態 要來到真正早日做生命的主人 這個做生命主人不是變成說很傲慢 那完全不一樣 你那個傲慢就是仆人的心態 自卑 然後談到另一端 真正做生命主人 那是你要來到聊宇宙真理 聊生命實相 當你真的了解生命實相 你會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同樣的你一定會重溫尊重每個人的生命 你會清楚地了解什麼叫做平等 所以那種平等心出來 才不會瞧不起自己 也不會瞧不起別人 你才能夠體會到生命的完整 生命的神聖 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觀念之間先建立起來 我是希望大家千萬不要認為說上課是多餘的 上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在我們在中國的 像在杭州 山東 還有好幾個地方 我們都有培訓中心 這些培訓中心就是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來這裡學習宇宙的真理 學習生命的實相 讓大家可以很客觀地來求真求證 有上課也有讓大家可以沉澱下來 好好去思維 好好去消化 好好去求真求證 所以通常比如說像這個道德經廟節的課程 前面是兩個月的期間 他們在那裡好好地用功 放下萬元 然後專心地來上課 然後去消化 然後大家討論 激盪 看看別人是怎麼體會的 然後在這樣互動的過程 再對比自己 哪裡沒有體會到 還有怎麼樣去應用 要學到活的智慧 活生生的智慧 你學到了 然後你就能夠去應用出來 所以大家就邊學 然後邊練習地去做 所以兩個月下來 很多人他們都覺得 生命叫做翻了一大翻 也就是大大的提升上來 跟之前來的觀念之間 心態已經有很多不一樣了 有的他們都覺得 他已經扒了好幾層皮掉了 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把過去對修行解脫的觀念之間 早日把它歸零 讓生命重新來 今天現在是一個新鮮的生命 一個新生的生命 現在開始 用我帶成見的心 用一個清靜的心 赤子的心 來體會 來體悟 能夠這樣的話 你從零開始 那是最快 零 它充滿了創造力 它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我在道德精妙節 這裡面就提到 數學公司那個 下面分母 代表我們這個小我 這個小我 自我 你越厲害的話 就是這個分母的數字 它就越大 越大 你運算出來的成果 就越小 如果你能夠體會 佛陀跟老子他們所講的 真正的修行是自敬其意 真正的修行是 微道日損 也就是把我們那些 錯誤的觀念之間 逐漸地淡化淡化洗滴掉 那是每天都可以淨化的 尤其是要在立元對境 深層的問題才會浮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怕去承擔 不敢立元對境去歷戀 不敢接受別人指出我們的缺點 你就一直在躲藏 一直在閃躲 一直在閃躲 你不立元對境去承擔 你在閃躲 然後你又透過什麼 在閉關打坐 你的問題永遠都一直在附藏著 問題附藏著 你打坐再久 都沒辦法真正的淨化 那個不是透過打坐 所能夠淨化掉的 不是的 打坐只能夠讓我們的心 逐漸平靜下來 開發一些絕獸 但是你深層一根裡面的 那些錯誤的觀念之間 運作方程是 它必須在你立元對境 碰撞 跟境界碰撞的過程之中 那些問題才會浮現出來 那些貪心 嫉妒心 名利心 不信任的心 自卑我慢的心 才會浮現出來 要知道那些心 你在打坐的情況 它不會浮現出來的 浮現的只是你過去一些 郁闷在裡面的 它會浮現出來 但是你的生命的運作方程是 它沒辦法校正的 因為沒有境界的歷練 它只是潜伏在裡面 當一遇到立元對境 境界歷練的時候 深層的毛病 習氣 因為境界的激盪 它才會浮現出來 所以很多修行人 他已經打坐到無我了 打坐到無我了 但是立元對境 處處在展現我慢 明利心 他是拿著他認為的無我 然後要跟別人炫耀 他已經無我了 然後進一步 還要別人崇拜 而看不到你立元對境 處處在展現我慢 展現明利心 他認為的無我 是因為他在禪坐裡面 他打坐到某種情況 別人說這個叫做無我 那只是自我催眠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怕承擔 不要一直躲在 自己想要的世界裡面 在那裡修 你這樣真的會綽號掉很多的生命 綽號掉很多的生命 你如果正確 正確的理解 你一個開放的心 比如說 你好好的把道流經 妙節 你好好的認真去學習 一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下來 你可以把它消化過兩遍了 經讀過兩遍了 兩遍之後 基本上 你如果真的用清靜的心來學的話 兩個月下來 基本上你很多的觀念之間 就已經大翻轉了 大翻轉 再來呢 基本的觀念之間有了 再來就是練習著跟眾生服務 一定要練習付出 練習奉獻付出 不是空海要你的奉獻給我什麼 不是這個 而是你要去創造跟眾生服務的機會 這個服務的機會 有兩個很重要的生意 一個是你要多培養跟眾生結善緣 修福棒 第二 你要透過跟眾生服務的過程 感恩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讓我們來練習 可以讓我們來練習 而在練習的過程 會激蕩出我們生成的毛病問題 這時候才有機會加以淨化掉 才會真正的浮現出我們生成的問題 這時候才有機會真正的淨化掉 這才是真正的修行 你如果沒有文思基礎 沒有前面正確的觀念之間 你只是在那裡 做一般世間的忙碌 慈善救濟忙碌這樣而已 你沒有辦法真正用到心法回來反觀 遇到境界 怎麽去反觀 怎麽去解那些解 所以要有理論基礎 要有文思的基礎 但是記得這個文思 不是一直用頭腦在那裡思維 不是這樣 是要用你的心靈去感受 去體悟心靈神會 所以要有前面的基礎 然後再來就是要 敢於去把自我教出來 練習著無我無私的來為眾生服務 你不敢去服務 你就沒辦法真正的成長 你會只是一直在那裡練功夫而已 在服務的過程 要隨時去訪觀 我們有沒有傲慢之心 有沒有貪心 有沒有基督心 有沒有好為人事之心 有沒有名利心 這個一定要在服務過程 它會浮現出來 浮現出來就好辦 就能夠進化 所以如果你觀念之間不正確的話 你在服務的過程 明明出現出很多的傲慢 或是自卑或是好為人事之心 或是在那裡搬弄是非 挑撥是非 你自己都覺察不到 所以不要白修 不要盲修下練 好 來 有問題的可以提出來 來 好 後面要問的就在後面排 排隊 師父您好 好 我想請問一下師父 我們刪了這四天的道德經 師父還有再繼續講下去嗎 我們後面再來排的 就是道法自然的禪修 道法自然禪修裡面所安排的課程 就是協助大家用道法自然的方式 去逐漸的進化心靈跟體悟嗎 還有後期講到德經 因為後期沒有聽過 然後雖然有翻過 但是不是裡面的內容 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 這次來了 聽得很发心 所以就很想再聽完 所以我們 這一個禮拜 禪修課程結束之後 下個禮拜 我們還有那個 廟節 廟節的這個課程 下個禮拜 下星期還有嗎 因為或許下個星期會再上課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上課 師父還有一些 或者是在哪裡 你可以再上課 有 你可以這個後面 你可以再跟我們幹部聯絡 再跟我們法工幹部來聯絡 包括我們的課程 如果你沒有因緣 可以參加 大家一起學習 研習的 我們會有一些課程 然後你可以帶回去研習 有視頻 你可以帶回去研習 再請問一下 師父您 其實還有在 過來馬來西亞 在紅房嗎 先安住在當下 先安住在當下 把握每一天的這個因緣 我今年現在才剛來每幾天 你不用問到明年去 我寫的心 要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心願 很想聽到師父的佛法 所以那個心很難得 可以來見到師父 所以就很想在師父寫 你們越珍惜的話 以後的因緣就會越多 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 要好好珍惜 千萬不要可有可無 那些那種可有可無的心態 你把很多的珍寶 都從你的身邊 讓它流走 本來這些寶 真的是要用生命去珍惜 用生命去求的 所以千萬不要 你認為這個可有可無 我還有其他更重要的 我還有其他怎麼樣 然後因緣來了 又讓它流走 真的對你的生命太浪費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珍惜 我知道你現在這個心也是很珍惜 非常好 你們越珍惜 後面的因緣就會越多 我們以後在馬來西亞這邊 一樣會陸續開不同的課程 有短期有長期的課程 我們現在在士林河那邊的道場 也正在修建中 可能春節過後 可能春節過後 就局部可以啟用了 就可以局部可以啟用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珍惜 謝謝師傅 希望師傅可以再常來教導 再來還有一個情況 因為我目前在中國這邊的時間比較多 因為真的大江南北有很多人 因為人家釋放出的就是真的很珍惜 很需要我過去那邊跟大家來服務 我都是一種服務的心 來跟大家做回饋做服務 不搞偶像崇拜 不立那些山頭 不搞那些名利 就是單純的服務 因為在中國這邊有很多地方 他們都很希望也很需要空海來跟他們服務 所以目前安排在那邊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有時間要學習比較長的時間 馬來西亞這邊我也希望零點起 我們這邊可以規劃一系列的課程出來 如果這邊有需要的話 我們我個人如果沒有時間過來 我們也可以請 當然馬來西亞這邊要培育師資人才 真的要培育師資人才 要逐漸的成長上來 再來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請中國這邊的學員幹部 師資團師資群 可以來這邊來做一些資源 可以來這邊做一些資源 當你們有需要你們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他們就會有人過來來協助 再來還有一個情況 像明年三月四月份 三月份是在台灣有一班 將近一個月 三月整個月在台灣有一班 一樣深入研習道德經廟節的課程 四月份在杭州千島湖 四月份在杭州千島湖這邊一樣 大家就是來研習道德經的課程 像研習這些課程 千萬不要把它跟宗教扯在一起 這是超越宗教的層次 沒有那些宗教的色彩 完全很客觀地來探討 宇宙真理生命實相 人生哲學 人生智慧 大家要有這樣健康的認知 不要錯誤的理解 所以四月份在杭州那邊也有班 四月下旬 五月在山東那邊也有班班 如果這邊因緣形成的話 如果這邊有需要 還有後面教育界方面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明年這邊也許我們會排一些比較長的時間 來做教師團的培訓 還有學校課程的連結 這個我們都會陸續規劃 好 師傅你好 我想請師傅開示的就是 假如我將來是一個企業的決策者 或者說將來自己做一個企業 那麼我是非常願意 讓這個道德經做為一個企業的文化 還有以道德經為自己的主導的管理思想 那麼我在 其實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這個管理的過程當中 會制定這個企業的制度 就是有可能會嚴格一點 或者說是稍微鬆一點 那麼後來我一直在琢磨 一直在這個 猶豫不定的時候 然後這樣就想到說 只要是從道的這個出發 就是慈悲心 不管是嚴一點好 這個還是寬鬆一點好 我覺得其實都不重要 關鍵就是你的發心 這個就是請師傅開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以前也曾經困擾過我 就是說 關於說這個 比如說自己的員工或者同事 他觸犯了這個相關的這個規定 那麼可能會 最嚴格的就是直接 就是自退了 那麼即使我在做這個抉擇的時候 其實做的時候 有的時候 倒是蠻乾淨的 就是 但是過後我一直 為這個事情 為他感到難過 那這個事情其實 這幾年一直困擾著我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是用這個 我最近想請師傅開示 就是這方面 當然 當然我可以回饋你一些意見 方法 但如果比較好的話 希望你把《道德經妙解》這套課程 至少認真的消化一遍 還有把《道德經智慧與應用》 這套課程認真消化過 裡面一樣有講到企業經營之道 還有人生廟哲學 這些都是很實際很實用的 如果你們能夠把這兩套課程 認真看過之後 我想這個比你用個一百萬 去學各種課程 都更實用更珍貴 因為你現在講的這方面 最好就是你能夠學到《道德經》的智慧 當你學到智慧之後 你就知道怎麼樣去運作 因為要嚴要鬆 你有智慧 你就知道怎麼去做 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做 怎麼樣做一位真正有德 有德行的老闆 怎麼樣來善待我們所有的員工 怎麼樣得到員工大家的真誠真心 所以這方面呢 這個不是說三言兩語 然後就能夠講透 我可以跟你講 問題是你要真正做到 必須要你深度去消化去理解 而現在這個課程呢 也就是這一套無價珍寶 你只要 至少你把這個《道德經》妙節 你好好消化 總共六十四堂課 一堂課四十五到五十分鐘之間 所以你看喔 算六十四個小時啦 才幾天你就可以學到 比你用一百萬到處去學 都還有更多的智慧方法 人生觀 好生都去挖寶 你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穫 更多的體悟 所以我現在給你的是 希望你能夠學到智慧 而不是告訴你什麼方法 什麼方法 你有智慧 你就會做得很開心很快樂很順暢 好 還有問題可以問 如果沒問題 就把這個核心扣住 深入去挖寶 來還有沒有問題 師父你好 其實我一共問的三個問題 已經在法項裡面了 我看沒人問我就趁機 問第一個問題 《道德經》所講的是道 那為什麼它是道德經 而不是道經 那個德是怎麼解釋呢 道是宇宙的真理實相 包括宇宙本體 德就是從體產生作用 由體起作用 比如說我們這個講堂裡面 我們裝很多燈泡 我們裝很多的燈泡 這個是體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它充電的話 這些燈泡它不會亮 當我們各種因緣條件具足 把電打開 把電打開燈泡亮了 就是燈泡在起作用 用的這一方面 我們把它稱為德 有道有德 你體會了宇宙的真理實相 就好像你學到了智慧 道是讓我們學到了 認清宇宙真理實相之後 你就會產生智慧 但是這個智慧如果是假的的話 你就用不出來 如果是真的智慧 你自然就能夠學以智用 就是得到的意思 道德 要講道德不是得到 道德 有道才有真正的德 要有體才會產生光 道比如說太陽就是道 然後太陽如果它沒有發光的話 它的德就流露不出來 顯露不出來 太陽它這個體存在 它散發出光芒出來 然後就把德流露出來 一個人如果你學到了道 學到了智慧 所以剛才為什麼跟大家講 大家要練習的去服務 練習的去服務 才能夠把你所學到的道 透過德流露出來 來跟眾生結善緣 不是在那裡光只是學一些空洞的道 然後在那裡嘴巴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卻做不到 那個就不是真正的道 你所體會的道不是真正的道 好 謝謝師父 好 還有你寫在問法箱的題目我沒有看到 剛才才採訪 剛才採訪 你可以拿出來看看 好 好 師父好 好 我叫秦柔 來自中國大陸 我知道 因為你的名氣很大 慚愧 就是之前關於 今天有在上那個 就重大疾病的一些 就是治療的方法 那之前關於我父親的一些事情 我也有請教師父 然後師父有跟我講 要怎麼去做 那後來我也 就根據我自己先當前 學的一些道德經的知識 然後我會用白話的方式告訴他 他有很多錯誤的觀念之間 然後我發現他也在改變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 就是後面我到山東去學習 那他的情況就是 他說他就不再痛了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事情 可是再後來 當我回家了一趟之後 我發現他在吃一些藥 那當我拿起那個藥罐的時候 我發現上面寫的是 他是那個腳的那個 血小板一直是不穩定 但是參訪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醫院 但是都沒有看好 他在吃的那個藥 就是好像是叫化療的藥 但是他不屬於那種病 所以然後他思想本來就是 偏於消極 然後我就擔心 他每一次看 我會觀察他拿起那個藥瓶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雖然他從來不跟我講 所以就是我就覺得他 因為可能證件也不足嘛 他能改的方面就是特別優先 嗯 我就擔心他這種能量上 他對那個藥物的那種擔憂 他這種慈喪 會假設說就是他其實沒有那個病 會導致他最後有那個 那個病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改變的速度 就是很有些 嗯 所以就心裡面一直有很大的包袱 嗯 所以就想請教師傅 就是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 先照顧好自己 這個不是自私 每個人有他要走的路 有他在選擇的路 我們對就算是至親 我們也只能夠提供好的訊息給他參考 我們沒辦法替他決定 就像我來馬來西亞好幾年 之前也有一些學員他們有來學過 但是當他們覺得這個不是他所要的 他要去學其他的 我也只能夠尊重 我不能夠去硬拽著他 你一定要來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 不能 我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那我做好 我無條件無所求的 跟眾生分享 做好我們自己 善待我們的家人 至於他能不能 接納 或是他接納多少 這個有他的選擇 好 所以 這方面就是先做好自己 然後把好的資訊 提供給他 他 包括我們道德經廟節裡面 所講的這些方法 一樣可以讓他看 可以讓他參考 也許他一看之後 他整套他都會想要看 先 善待我們自己的生命 讓我們自己真的 能夠來到安心快樂 這個不是無情 而是每個生命 他都有他要選擇的方向 就像看到一些學員 他要選擇什麼方法 選擇什麼觀念之間 我也很清清楚楚知道你在選擇什麼 很清清楚楚知道你走的方向是怎麼樣 但我也只能夠點到為止點 我不能夠去硬拽 只能夠尊重每個人 我們要來到心懷天下昌生 你的父親如果他真的願意聽你的忠言 我們就多回饋給他 如果他聽不見他覺得 你這個女兒反正 他覺得參考參考就這樣 你也不用浪費太多生命在那裡拉扯 尊重他 但善待 我們要善待 把好的資訊提供給他 OK 好 干恩師父 還有你也要去參悟 你要去體會到 就算我們的至親 我們也主宰不了他 什麼叫做無我 什麼是無我 包括很簡單的 吃飯 我們也沒辦法代替我們的至親好友吃飯 睡覺 我們也沒辦法代替我們的至親好友 他睡不著 好 那我睡熟一點的我代替你睡覺 沒辦法的 所以他願不願意改 他心能夠開放多少 我們只能夠給他正能量 祝福 善因善緣送給他 但我們要尊重每個人他的選擇 好 好 來 還有什麼問題 師父您好 這幾天我們在探討道是什麼 道正啊 我這幾天我在探討自我 我在探討自我是不是道的之子呢 為什麼人會有自我 動物和植物是沒有自我呢 因為你講道是顯像為顯像吧 自我也是一種法相 我想知道 這個自我是不是道的一個顯像 嗯 我的問題 這個就好像 大自然給我們的一切 本來存在的一切 這是大自然給我們的 比如說大自然給我們生命 也給我們動物植物 給我們有山有水 好 那你如果說要 故意要跳到河裡去自殺 那你說這個現像是不是道產生的 那是自己要去玩那些遊戲 那是自己選擇要去做那些 好 如果你 這邊有石頭 然後你拿著石頭要來扎自己的手 那你說 這個好像是道之子道產生的 不是這樣了 這樣了解嗎 大自然給我們的都是很真實的存在 你怎麼樣去善用那些元素 那是大自然尊重我們每個生命題的選擇 那是你在選擇 那是你在選擇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要把那些都推卸掉 推卸掉 推給 那是什麼老天爺怎麼樣 不是的 老天爺給我們這個生命題 至於你這個生命題 你要拿去造業傷害別人 產生痛苦 那是你在選擇 但是這些因果就要自己要富了 來 大家要體會 大自然給我們都是平等的機會 你如果要糟蹋你的身體 大自然也尊重 但是要知道 那是我們在選擇 你不要把它推卸 說老天爺不公平 等到後面的惡果 惡的果報產生之後 才在那裡抱怨老天爺不公平 不是這樣嗎 宇宙有宇宙的法則 有因果律 有因果律 大自然給我們這些元素材料生命題 你怎麼去應用 那是我們在選擇 所以我們要對我們的行為來負責 你如果選擇 播種惡的因 跟眾生結惡元 後面產生惡的果報 我們要完全接受 不要怪任何人 如果你希望得到幸福快樂 你有正確的因果觀 那我現在就點點滴滴都是播種善因善緣 多修福報 多跟眾生結善緣 後面自然有很多甜美的果實出來 所以要知道 材料元素是大自然給我們 你怎麼去應用 是我們在選擇 OK 這樣知道嗎 知道 我還有一個問題 今天也寫到 無為而無不為 而佛家講到那去 因無所助而生其行 是不是一樣的 是有相似的地方 是有相似的地方 問題是 你要怎麼去做到 那才是更重要的重點 好 你要來到無為 又能夠無不為 那是要來到無我無私 所以重點是要怎麼樣讓自己來到 真的無我無私 OK 明白 你這樣做 好 無所助而生其行 說起來很容易 問題是你要來到無所助 談何容易 用嘴巴講很快 用嘴巴講很快 你多看一些書 參考別人的說法 你就很會說法了 但是 怎麼做到 那才是重點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學一些觀念之間 真的我們要練習的去做 一定要去行 要去做 好 來繼續 師父好 好 我是魏佩萱 我剛剛聽到師父說 那個榴槤樹開花 然後講到植物有 有智慧有感受 然後我很笨的一個問題就是講 我們要吃它 它會怕嗎 如果你用真心傲慢的心來吃它 它就會怕 它會覺得它的生命犧牲的沒有價值 所以你吃進去的就會有不少的毒素 你用傲慢的心 稱心在吃 對 你吃進去的就會有不少的毒素 對 它有生命 它有生命 植物一樣都有生命 榴槤一樣 它都是有生命 榴槤裡面它一樣有種子 種子 這個它都有生命 一粒米都有生命 但要知道 所以 這個要回歸到一點 所以很多人對植物錯誤的認知 以為說 我吃菜 吃那些五穀雜糧 我吃這些就沒有殺生 殺生不是這樣界定 不是說我吃這個就叫做沒有殺生 佛教講的戒殺就是我們不要用称心去傷 第一個 不要去傷害任何人 這是慈悲心的流露 不要去傷害任何人 第二 不要用称心的去傷害動物植物 再來 如果我們生命基本所需 我們要吃什麼 要知道 我們所吃的 都是由生命體轉換過來 支撐我們的生命的 不管你吃動物的肉或是植物 一粒米 都是生命 一定是要生命 才能夠支撐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要了解就是 大自然給我們生命 就像天地父母養育我們 養育我們就會有食物給我們吃 天地父母讓我們在這裡出生 就會有食物讓我們來吃 但我們吃食物要有感恩的心 要有感恩的心 你如果有感恩的心 你吃這些食物 它就會變成很神聖 然後支撐我們生命 活出生命的意義跟神聖 你有感恩的心來吃這些食物 它就變成很神聖 如果你用浴灘在吃 用撐辛在吃 你吃進去的就會吃不少的毒素 你還在那裡怨冬怨西 因為你在抱怨冬抱怨西 你本身就給自己生命不少的毒素 然後這些食物 它也覺得它犧牲的沒有價值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正確的理解 我們所吃的任何的東西 都是神聖的生命體 轉換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來支撐我們生命的存在 我們不要白吃它們 我們要讓這些食物 活出它生命的神聖價值 不要邊吃邊在那裡 哀嘆埋怨 或是邊抱怨 或是吃了好幾十年 都不知道感恩 你如果吃什麼 你不知道感恩 生命就會變成白痴 真的啊 所以修行很重要一點 要先有感恩的心 你沒有生出感恩的心 你再怎麼修都是白修 只是在長養我們而已 感恩的心很重要 你有感恩的心 你的生命才會越來越柔軟 才會知恩啊 才會報恩啊 好 師父你好 我是寶蓮 師父剛才有說 法界 显的一些現象 就由我們去選擇 要怎樣去應用 但是我有感覺到 人類 我們已經身不由己 沒有選擇的遺地 我今天 我會選擇不隨波助流 坐在這邊 也是感覺到要突破 重重難關 要重破 種種難關 我才有這樣的一個選擇 然後不想隨波助流 然後不想隨波助流 就好像 好像有形式不大正常了 嗯 在家裡 應該扮演的角色 都沒有繼續扮演下去 我有這樣的一個選擇 好像要做這樣的選擇 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的時候 有一点 有一点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選擇 選擇是很自私的 是不負責任的 是不負責任的 我不是說全部啦 我說有時候我們的選擇 是很自私的 是不負責任的 有時候我們的選擇 有時候我們的選擇 是沒有善觀因緣 是沒有善觀因緣 所以佛教一樣 你要善觀因緣 你要有智慧 不是一直隨著自己要的 然後就在那裡選擇 結果跟境界 跟家人都形成 對抗對立 當我們一直活在自我的世界 用自我的要去選擇 然後境界呈現出 逆境出來 我們認為這叫做業障 我們認為這個好苦 事實上那些逆境 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不夠柔軟 我們欠缺智慧 我們的選擇只有 考量我們自己的要 所以那些逆境那些苦 是在喚醒我們 我講選擇 你要有智慧 剛才提到 我們要對我們的生命負責 我們的生命 不是這個小我自我而已 我們的家人都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為什麼希望大家 把這個視野 把這個生命題要重新來 重新來認識 不是 不要只是活在這個小我的世界 我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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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卻跟家人 處處在那裡對立 處處在那裡拉扯 你的路就自然越走越窄 所以要學到智慧 要學到柔軟 如果說你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 那你可以更單純的 我希望怎麼做 那把生命意義活出來 考量的就比較單純 你有結婚有小孩 好 我們考量的要知道 先生小孩 那都是我們的至親 都是我們的生命題 我們考量要怎麼樣來到 能夠尊重家人 但尊重家人又不是說 全部都被他們牵引著走 你有可以你的選擇 但是這些選擇要有智慧 要考量我們家人的情況 需要 如果你會做 像我們有很多學員 他們心得分享的時候都會提到 以前當他要來聽課程 因為我們課程有時候 短的話半個月 長的話一個月兩個月都有 他們最初要來學課程的時候 家人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就是反對 反對 結果他們就把所學的改變自己 讓自己越來越柔軟 讓自己越來越能夠用智慧來善待 善待家人 結果家庭裡面的家人 本來是反對 但是看到他學了之後 越來越柔軟 越來越體貼 那在應對 進退 在處理事情 為人處事方面 他越來越柔軟 越親切 當你真的改變自己 你散發出的是正向的能量 你散發出的是正向的能量 家人感受到你學了之後 比以前沒有學要好多了 這時候 家人 他自然的會從以前 因為不了解而反對 來到看到你的轉變 你的改變你的成長 他自然的就會支持 我們有不少學員 他們都會這樣的過程 然後跟我們分享 真的是這樣 所以 公海都希望大家要學到活生生的智慧 這個活生生的智慧 你就是要用來真正就是利益自己 帶給自己快樂 帶給家人快樂 而不是只選擇我要的 硬邦邦 然後跟家人 就是在那裡拉扯 而認為家人都是變成障礙 要知道 那些障礙是來自於 我們要回來反觀 我們做得好嗎 我們夠柔軟嗎 我們有進到我們的本分子者嗎 我們是不是只是選擇我們所要的 我們是不是怕吃虧 所以希望大家從各種境界裡面回來 回來反觀我們自己 回來改變我們自己 真的 你只要好好的把自己 進化改變 用柔軟心 感恩心 哲別心 來善待我們的家人 各種因緣情況 它自然就越來越好 OK 師父還有第二個問題 師父沒有問題 人生是一場夢 是那個自我一直在構作這個夢幻 然後我本身 然後我本身 十多年一直這樣子 在學習 然後提升上來 感覺到 越來越好 我本身 內心也越來越和諧 然後感覺到 周遭的人事物 和諧的東西 也越來越強 跟家人相處的 也越來越好 然後 剛才師父所講的 我已經做到了 但是 還是在夢中 以前做的是噩夢 現在是 美夢連篇 然後 我只想從這個夢中 真正醒過來 但是我還沒有心 對 我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感覺到 修也不是 不修也不是 有一點 進退兩難的感覺 修呢 越修呢 好像修行也是一個障礙 不修的話 我就是這樣子 每天這樣子 自自然然開開心 行過日子 然後自自然然開開心 行過日子 也不是這樣而已 我還沒有從夢中 醒過來 師父 對 接下來我要繼續怎樣 繼續做夢 我要從夢中醒過來 師父 因為 你還會要脫逃啊 你還會要脫逃 所以我不敢喚醒你 師父 其實我沒有逃耶 師父 沒有逃 你只是閃躲而已啊 因為我是覺得 以前很不懂事啊 一直都是在小孩子的過程 然後呢 文法這樣多年了 我認為我應該長大了 應該治一治 然後我就隨心喔 依止自己先喔 我沒有離開解脫道耶 我沒有散也沒有躲耶 沒有什麼 我沒有散躲耶 你認為你沒有散躲 但因為你不知道我所講的散躲是什麼 這樣師父 我到底在閃躲什麼呢 對啊 這個你要去反觀 你要去反觀 你還不敢直接面對我 你還不敢把你的自我交出來 給空海 師父你要我怎樣把我的自我交給你呢 你去參悟 你去參悟 師父能不能直接就把答案給我知道啊 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好參悟 好好參悟 也就是 你沒有很真實地面對我 你沒有很真實地面對 如果你真正很真實 你呈現出來的那一種 柔軟心 恭敬心 喜悅的心 都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夠說 我在等待啊 等待 看你什麼時候真的準備好 準備好的話就回饋禮物給你 要去參悟 這個必須來到真誠真心 唯有真 唯有真 才能夠 得到真法 真理 真法 真理 好好參悟 你準備好了 自然 因緣就會形成 你要去醞釀 要去準備 對 因為這方面也唯有你 能夠 去醞釀 去準備 我也只能夠跟你點這方面 然後你要去 去醞釀 好 當你體會到了 你就會一直地去醞釀 我對你沒有任何的常識 但是你卻還在閃躲 所以就 成個角度說 我就只能夠 再等待 最要好去參 好 好 祝福大家 明天開始就禪修 我希望大家 隨時都練習著 活在當下 隨時歸零 活在當下 沒有包袱 裡外沒有包袱 身 心沒有包袱 很輕鬆地活在當下 你真正活在當下 你才會學到活生生的定力 要學到活的定力 不是死的定 不是那些禪定 要學到活的定力 這個定力 裡面它是 輕鬆地 清 柔 明 絕 要學到活生生的定力 要讓生命 逐漸地覺醒過來 覺醒過來 所以 不要去 預算 今天第幾天 什麼第幾天 都不要算那些 你就活在當下 好好的按照著 我們引領大家的課程的進度 認真地去體會 認真地去練習 記得 讓自己隨時歸零 當你真正能夠歸零 你生命才能成為 無限的可能 OK 好 好 好 OK